就事娛樂 就是要健康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周一到周五 晚間八點鐘的就事娛樂 我是儀佩 趕快來歡迎 今天要PK親子料理的兩位藝人 首先歡迎的是我們的 辣媽雅蘭姐 哈囉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的是 她現在對於自己的戰機 非常滿意的 Jaco爸爸蔣偉文 讚一聲 兩瓶手 在這邊我要謝謝我的爸爸媽媽 以及支持我的好朋友 還有所有小朋友們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好 當然有關營養的部分 就要交給我們的營養師李婉萍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PK的特選食材是什麼 可能是連我自己都沒有很敢吃的 西洋芹 我想要問一下 妳到底有什麼敢吃 妳做這個節目以後 我怕她超偏食的 對啊 這怎麼會不敢吃 不是 因為芹菜有一種怪味 對啊 怎麼會 我覺得西洋芹 和風醬直接這樣沾 直接啃 超好吃的 真的 妳知道 在國外 他們對於小朋友 就是健康的零食的選擇 就是建議那個西洋芹 不是一段一段嗎 對 它中間就是抹花生醬 抹花生醬 就是他們很健康的一個點心 因為花生其實裡頭的油脂 是小朋友必須的脂肪酸 對 你與其吃那些餅乾零食 你不如就是吃一些芹菜還有纖維 然後用好的油脂這樣 然後OK 現在食物處理機又很先進 你自己買一些花生把它打成泥 對 然後放在西洋芹中間凹槽的地方 就變成一個太空船 太空船 真的太會講了 不過今天除了兩位 人要來PK之外 我們有四位小小的美食家 兼評審 歡迎我們的Jasmine 你好棒 我是David 超帥 Rachel 你好一定 好有活力 所有小朋友都超有活力的 不過因為今天講到西洋芹 我們剛剛小朋友在錄影前 Jasmine還在問我說 宜沛姐姐什麼是西洋芹 然後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因為Jasmine是我們的評審長 她其實是胃口很好 她是 但可是西洋芹 我不相信你們家的小朋友 會喜歡吃 西洋芹 我們家是這樣子你知道 所有的蔬菜 包括苦瓜 我的小朋友都吃得很開心 這很厲害 但是她永遠都不知道 妳知道這個食物原本長什麼樣子 妳學院長大了 妳們把它 都把它剁碎碎... 西洋芹也是 但是我剛剛講那個 我覺得回去再試試看 變太空船 但是我都把它切剁碎碎 因為西洋芹很適合 放在義大利的肉醬裡面 對 你在炒義大利的肉醬的時候 一定需要西洋芹 不需要 一定要番茄 你不知道油是不是 一定需要這個 還有紅蘿蔔 這樣才可以炒出香味來 像肉丸子也是需要放西洋芹 對 而且西洋芹拿來熬高湯 超好喝 你再放一條西洋芹在哪裡 對 因為我覺得西洋芹如果熬西洋芹 高湯好像還可以接受 很好喝 你喝不出西洋芹的味道 沒有 西洋芹就是有一種怪味 就是有一種怪味 吃西洋芹才會有好心情 你沒聽過嗎 好心情對不對 因為你們家是不是常常燉雞湯 對 燉雞湯 我會切一小段 不能超過 比如說你一小段大概這麼小段 你如果超過那麼大段的話 它那個味道會太濃 因為你做西洋的料理的時候 你做那種 像你剛剛說那種海鮮湯 或是雞湯 比較清的那種湯 你用多一點西洋芹 它味道就很香 但你如果做中式的湯的話 你那個西洋芹的味道 不能那麼重 所以這麼小節就可以了 對 雅恩姐 現在小朋友都大了嗎 都大了 對 豪塞蕾跟豪牛肌 都很大了 他們小時候挑什麼 他們都來挑 他們現在還是很挑 對 所以我還是一樣 跟Jacques一樣 我都是把它剁碎 然後加到譬如說 丸子裡面 北海盜的干貝 和牛的牛排 夾在牛排裡頭 對 他就好吃 你不知道 昌明哥他們家都吃很好 真的 對不對 不人家 鵝 鵝 所以你就是採取 跟Jacques一樣 把這個東西都剁碎之後 對 放在那個食物裡面 或者是把它的味道弄不見 比如說像有時候 你炒一些他不愛吃的 比如說芹菜或什麼 你就是用肉的味道去蓋它 或者說用醬油的味道去蓋住它 讓它吃不出那個菜的味道 對 可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我本身沒有那麼愛芹菜 但芹菜有分兩種 我們在超市也可以看到 對 有台灣的這種品種芹菜 還有那種粗粗的西洋芹 到底有什麼差別 這是我們常見的兩種芹菜 一個是我們台灣本地 我們就稱為這個香芹 Low Coaching Low Coaching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西洋芹 所以它的葉子這個是比較就是 中間是有空心的 應該這樣形 像吸管一樣 那這個就是扁扁的 那我們剛才說就是抹花生醬的 就是這一種 對 那一般來講在台灣 我們就喝貢丸湯上面有沒有 就是這個的葉子 對 會建議大家就是 第一就是 雖然這樣有點不道德 就是我有時候會稍微捏一下 就是看一下那個水分這樣子 對 因為就是它的梗 就是它的筋的部分 就是最主要是水分多 就是越新鮮 對 然後再來如果它看起來比較綠 就相對就是越新鮮 那如果比較黃 就是相對放比較久 這個只是不用捏 你只要把它拿起來立起來 它就倒掉了 它就沒有水分 它如果葉子乾乾的 就代表它放很久 對 葉子也是這樣 而且有時候會看到那個葉子 會有一些 就偏那種淡黃色的 那就是已經放太熟了 已經放太熟了 OK 所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芹菜部分 我們今天就要用西洋芹 來做料理的PK 不過在PK之前 我們要先關心一則健康的新聞 你知道現在小朋友 全台灣的小朋友 根據統計我們台灣小朋友 其實有偏胖的一個趨勢 尤其是青少年 都有肥胖的困擾 而且你知道 在全台灣所有縣市裡面當中 哪一個縣市的小孩最胖嗎 答案是台南 因為台南無糖不歡 來看一下自己的評論 台南市府推出校園低糖計畫 在校園裡禁止販售 含糖飲料跟零食 學校周邊五百公尺的範圍 店家提供的餐點 也要標示熱量 響應健康餐 校園周遭五百公尺裡面的店家 會盡量少糖 我們點心啊 就是說希望就是說 盡量可以有一些蔬菜進來 我們就是盡量會減糖 對啊 當然小孩子還是會 稍微有甜度 他會比較喜歡 店家談言 孩子們對於糖還是很難抗拒 但國建書統計 台南市的青少年肥胖率高於全國 12到64歲 通通有過胖的問題 40歲以上 過重的比率更高達53.5% 小學生愛喝含糖飲料 就算點半糖 但市售的半糖其實有超過六成 含糖量都有七八分 甚至有16%將近全糖 每天一杯含糖的手搖飲 想不胖都很難 台南美食多飲食習慣又偏甜 儘管校方改善治胖環境 但真想降低兒童的肥胖率 還是得從遠離肥胖的飲食習慣下手 才能讓小朋友忍住糖的甜蜜誘惑 台南人真的很愛吃甜的 真的 我們每次去台南吃料理 大部分都滿甜的 尤其是吐脫魚羹 我一吃甜的 對啊 甜的吐脫魚羹 所以台南人愛吃甜 所以他們的青少年 肥胖的比率是高的 但是你知道嗎 以前不是有一句話說 小朋友的胖不是胖 應該是我們爺爺奶奶 或是爸爸媽媽那一輩 現在小朋友胖 那長大就是胖 胖會引發什麼呢 包括了有高血壓 脂肪肝 跟膽固醇都會過高 其實還有糖尿病也會 就是以前年紀大的人的病了 沒有 現在已經不是年紀大 才會得病 我以前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的糖尿病病人 都是大概60多歲 我現在是週年我40歲 我的糖尿病人是30歲 30歲 真的 所以其實現在很普遍 就是整個就往下降 剛才那則新聞大家有看到 就是40歲以上的肥胖率 台南是50%以上 所以你就會知道 這群人未來10年內 得到糖尿病的機率 是非常的高這樣子 對 那既然吃太甜的東西 然後會有很多 引發很多疾病 但是跟我們今天芹菜 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 因為其實芹菜 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它降火器對不對 它降火器 降發炎 是因為它食物裡頭 有一個叫做類黃銅 類黃銅 那類黃銅到底要幹嘛 因為跟甜還是沒有關係 那就給大家一個觀念 吃進來的這些糖 進入體內 會造成你體內 就像上火發炎 對 所以我們的芹菜 就可以降低 我們這些上火發炎的 一些現象這樣子 對於高血壓的人 是不是也有蠍微的幫助 也有 不是蠍微 是很多 很多幫助 對 是很多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的西洋禽 或是我們剛才說 我們台灣的這個香禽 它其實裡頭的 甲離子很高 那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甲離子跟我們的血壓的關係 是血壓往往都是鈉很高 我們如果今天 甲離子吃進來多一點 就可以把鈉怎麼樣 壓低一點 所以是有相關的 對 所以他們兩個 互相爭奪 競爭 所以就是鼓勵大家 像這種西洋禽 或是山蘇這種 甲離子高的東西 多吃一點 可以讓你的血壓 比較穩定這樣子 如果對小朋友的話 有沒有什麼幫助 對於小朋友來講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小朋友的肥胖的現象 其實大概六歲以後 就等於進入小學一年級 幾乎就有三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的肥胖率 大家不要覺得這個很少 其實普遍 大家如果去這個國小去看 四個孩子就有一個是胖的 或三個孩子就有一個是胖的 那這些孩子 如果譬如說 我們今天能夠多吃點芹菜 可以降低就是他們的發炎反應 讓他們未來得到糖尿病 或是肥胖的機率下降 這是很重要的 財政支出很重要 好啦 雖然說 你一直提到說芹菜其實很好 然後對小朋友很好 但是有時候 小朋友對於芹菜的味道 就是覺得 有種怪怪的 就是沒有辦法下驗 所以今天兩位藝人 就要來PK芹菜料理 好 今天到底各位 分別要端出什麼樣的料理 來PK呢 首先 雅蘭姐 我今天要做的是 美人魚的珍珠 就是魚丸嘛 對 就是魚丸 沒錯 我就是把它弄到魚丸 什麼美人魚的珍珠 而且仔細看小朋友 它就像珍珠一樣嗎 你看 這是美人魚的眼珠 不是啦 是珍珠 不要亂講什麼眼珠 吃眼珠 是珍珠 而且讓你完全吃不出芹菜的味道 不是啊 你這個裡面 真的有加芹菜 有耶 它裡面綠綠的部分 而且我做出來的丸子 絕對可以讓你當皮球踢 真的假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PK 那麼彈 我們就來PK看 好 美人魚的珍珠 其實說出來就是魚丸 但是名字一定要取得很好聽 因為小朋友會幫助時事 對 但是Jacko哥不是省油燈 因為雅蘭姐上次還是平手 對 但他可是有勝過 可是他都可以大聲講話 走路有風 真正有戰機的人在這邊 對 真正有業績的人 真正有更正經的業績的人 各位 日年又到 再選我一次好不好 再投我影片好嗎 做到好 做到好 不要用西洋情來做 西洋情叫做西情 對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 不要用西洋情來做 對 西洋情叫做西情 對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 好心情小丸子 不就是肉丸而已嗎 對啊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魚丸 一個是肉丸 你騙誰啊 騙誰啊 今天就是丸子大PK 但是這個丸子 像皮球一樣咬不進去的 這個丸子入口即化 非常好吃的 我跟你講 對 小朋友 要跟丁媽媽的話 要多吃魚 DHA 頭腦會好 功課才會棒棒 烤100分 吃肉肉會長不大 幹嘛 不要拿 開玩笑 吃這邊的這個 什麼美人魚眼球 對不對 眼球 會烤100分 吃個別的好心情小丸子 會送你100塊 你知道我們最近藝人 來節目上 都求勝心很高 真的 就生怕自己沒辦法 擄獲小孩的心 而且你們今天兩位 都沒藉口 因為有時候我們請來的藝人 可能有些藝人 沒有生小孩 對 都覺得好像沒有辦法 討好小孩 對 你們兩位都有小朋友 是... 所以沒道理說 做出來的東西 小朋友不喜歡吃 如果待會兒有一道料理 小朋友說 這好難吃 就是一票都沒有的話 為什麼要拿出去 我想我應該會心碎 待會兒 到底是魚丸還是肉丸 這說穿就是魚丸PK肉丸 到底誰會獲勝 趕快來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肉丸... 好的 首先 肉丸... 首先登場 就是Jacko哥的肉丸 不要什麼好心情小丸子 就肉丸 好心情小丸子 所以今天準備的食材 包括了 芹菜一根 豬絞肉200克 蛋一顆 鼻奇三顆 薑泥一小匙跟白芝麻 調味料有用 鹽一小匙 胡椒粉少許 太白粉兩大匙 然後另外還會做一個 照燒醬汁 有用到醬油一大匙 酒一大匙 砂糖二分之一大匙 跟水兩大匙 其實食材滿多的 是 我覺得比較擔心是壁奇 因為小朋友比較少碰壁奇這個食材 還有他們要幫我拿 要拿雞蛋 要拿西洋芹 還要拿壁奇 對 那西洋芹跟雞蛋我這邊 雞蛋有沒有看過 有 雞蛋有沒有知道 看過雞蛋舉手 有打破雞蛋的舉手 Oh my God Oh my God 有打破雞蛋不得了了 好 那小心點 等一下我再問妳 西洋芹有沒有看過 西洋芹看過舉手 好 有點不確定 好啦 那你們待會要去拿 Rider妳幫我拿西洋芹好不好 雞哥 西洋芹妳幫我拿一大個 好不好 然後Jasmine Jasmine 妳幫我拿雞蛋 幾個妳要問我幾個 幾個 我也不知道 一個 妳拿一碗好了 還有一碗一碗 然後最後最後 妳們兩個去找一個東西 長得很像雞蛋 也是白色的 叫做比奇 出發 出發 Oh no Oh no 拿錯妳就自己弄了 要找一個很像雞蛋的 一顆一顆的 雞蛋是什麼形狀 雞蛋是什麼形狀 拿回來了 對 回來看看... 拿什麼東西 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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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長很有把握耶 請看 把西洋芹拿出來 西洋芹是這個嘛 沒錯 請把雞蛋拿出來 不能可以打破喔 好的 兩個 好棒喔 畢奇拿出來 把畢奇拿出來 一個 Oh yeah 好棒喔 好棒喔 媽媽妳要跌倒 為什麼它要跌倒 因為剛剛小朋友是真的 我真的沒看過鼻奇啦 妳如果沒有看過 妳為什麼這麼認真的 這是鼻奇嗎 這個是鼻奇嗎 這個是鼻奇嗎 為什麼妳覺得這是鼻奇 妳講過為什麼 因為妳剛剛說白白的圓圓的 她說圓圓的白白的 剛剛阿貝有說白白的 一顆一顆的 那Jasmine 我跟妳講 如果是這個圓圓的白白的 然後再大一點的 大顆一點的 我再給妳一次機會 可不可以找到 它像蛋一樣 像蛋一樣大顆的 妳去看看有沒有這種東西 比蛋小顆一點 妳去找找看 因為剛剛Rider都沒有拿到 好 去試試看Rider 有沒有大顆的 因為正好我也沒有拿到牌 真的嗎 我會用到牌 好 一顆一顆的大 白色的 對 有沒有 有沒有 快點回來 趕快回來 還是3秒鐘 3 2 1 成功了 好棒喔 在時間之內拿到都算是成功 對 兩顆都搞對了 這就是鼻奇啦 不好意思 時間是我Cue的 對不起 你沒有在時間之內完成 但是小朋友要再拿一次對不對 讓他們認識這叫鼻奇 這就是鼻奇 妳可以摸摸看 摸摸看 然後那個 它很乖 它拿回去放 好 給一佩奇姐 沒關係 給一佩奇姐 好 我幫妳收起來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做這個 好心情小丸子 好不好 好 做法要怎麼做呢 做法呢 我先想想看 我們先切 我看它可以幫我什麼 我知道了 妳幫我絞肉好了 來 這給妳 好 好 小朋友放這邊 妳們放這邊 好 來 好 大哥哥給妳這肉肉 大哥哥 叔叔吧 阿伯吧 阿伯 阿伯 大哥哥 大阿伯 叔叔 放進去囉 好 我給妳筷子 妳用手這樣攪拌腳 像在畫圈圈這樣子 好 攪一攪 妳也是Rider 妳們兩個一起弄好不好 小朋友妳就要給她一點事情做 對 他就不會 他就那個會專心 他就專心 我幫妳放點鹽巴進去 妳看下雪了 下雪 下雪了 雪人不見了 等一下投我一票 阿伯真的很三八 不要打妳 阿伯妳要三八 妳快點 白色的糖 白色的糖 灑進來 在這裡白糖 加一點鹽巴 加一點糖 加一點 放一點薑 薑 放一點薑 薑是為了要去味嗎 去腥 去腥味 接下來我們要放我們主角 就是我們西洋芹 西洋芹 好 西洋芹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老的這個筋 把它拔掉像這樣子 是這樣子的喔 對 把它撕掉 然後就把它切掉 所以 因為妳看 我們剛才這樣撕下來 就會發現 其實西洋芹的纖維很高 對 對 所以它的纖維 對於小孩子的腸胃的弩動 都是很有幫助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西洋芹的這個芹菜 特殊的風味 其實它在食慾療法裡頭 它就是吃雞我們的開胃 所以妳不覺得好聞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 他們有開胃的效果 香香的 對 好 我試試看 像我們要把它切小小丁的對不對 我先把它切小丁 它的味道就會跑出來很濃郁 是 味道跑出來 然後妳看西洋芹長得很筆直 長長的 所以很妙 它對我們的骨頭也是有幫助的 對骨頭有幫助 因為它其實裡頭有鈣質 然後有鈴 這些都是我們的 這個骨頭需要的東西 對 好 所以西洋芹現在切成小丁 我們生一個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不喜歡這個味道 好 來 現在斯本妳聞聞看這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喜歡嗎 香嗎 真的啊 什麼味道 什麼感覺的味道 臭臭 臭臭的 她都喜歡但臭臭人 對 妳們看她就像這樣 有什麼味道 香還是臭還是OK 它這個土舌頭是什麼味道 香 香的 香香的 你給我聞 所以 我不行 會有一個那個脆皮 好 我們把香香香香香香香 就是大家平常感覺不會直接看到 這個東西 對 因為它大部分都會 譬如說存在這個丸子裡頭 對 或是燒賣 燒賣裡頭 對 這個東西它其實 不是屬於蔬菜類的 它其實屬於澱粉類 比奇是澱粉 它就跟我們吃飯 吐司 饅頭 都是屬於澱粉類 所以類似像馬鈴薯 那樣子的意思就對了 其實比奇在美國 它們是叫馬蹄 就是它是 它就是脆脆的 對 一樣的東西 其實我也沒有很愛吃比奇 因為它脆脆的 可是它就是因為 加在丸子裡頭的好處 就是增加它的口感 就是不要 那麼軟 然後有點脆脆的口感 但是比奇 生的比奇 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沒有什麼太大的味道 它真的沒味道 對 比奇沒什麼味道 沒味道 我們來打一顆蛋 所以最主要 其實像我們自己 在家裡做丸子 我也會用比奇的原因 是因為它可以 因為肉其實有時候 你要做成丸子 稍微會肥了一點 所以我就會減少這個肉的量 但是我用一點比奇 增加它的體積 了解 那就比較減少 不會太多太多的油脂 這樣的攝取 好 比奇西洋芹要放進去 接下來我們放半顆蛋 好 好 攪一攪 所以蛋是用全蛋對不對 全蛋就可以了 對 好 我們這道料理 其實也是一個 補血很好的配方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我們在 兒童營養裡頭發現 最容易缺乏的營養素就是鐵 那一顆蛋 像我們手上的這一顆雞蛋 就是有2毫克的鐵 對 大家就會想 那到底孩子需要多少 一般因為年齡層不同 孩子需要的鐵大概是 7到10毫克一貼 所以那7到10毫克的關係 你看一顆蛋 幾乎就佔了1分之1到1分之1 所以是一個非常划算的 補鐵的食物這樣子 可是很多人都在說 鐵很重要 到底台灣的小朋友 真的很缺鐵嗎 目前我們今年就是兒科 這部分已經就是說 乳我哺乳的媽媽 我們就會建議 如果哺乳的媽媽 我們就會建議她 直接補充鐵劑給孩子 因為其實我們是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孩子的鐵 不一定完全不夠 要跟她飲食的 就是有些人很挑食 那我們為了避免 就是真的有鐵的缺乏 因為會影響到腦袋跟炙傷 所以我們寧願建議 她先補這樣子 對 所以鐵是可以 從紅肉當中攝取 對 家事妳說 妳說我已經騙到妳 妳說妳以為它是什麼 絲瓜 她說她以為這是西瓜 是絲瓜 絲瓜 這是絲瓜 阿伯妳耳朵不好 對不起 妳就是絲瓜 哥哥耳朵不太好 看一下 但是其實剛剛Jacko哥 他處理芹菜的部分 他其實是用芹菜的那個梗 然後他把葉子去掉了 其實芹菜葉 它的這個β胡蘿蔔樹 比它的這個筋多了88倍 對 然後它B1就是多了17倍 然後鈣也多了2倍 所以葉子千萬不要丟掉 盡量怎麼樣留起來做一些料理 你也可以加在裡頭 或是像Jacko一樣 另外再就是等一下做一些條例 我想要問一下是說很多植物的營養成分 其實葉子的營養成分其實很高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只是不習慣吃 所以像東南亞的人他們很多 像他們只要不吃芹菜 他們吃的是像我們台灣的芹菜有沒有 小小隻的 對 他們炒菜的時候 都會把那個葉子留著一起炒 對 所以其實不要浪費它 營養價值比 這個我們平常的筋還要來得高 好 剛剛Jacko 你剛剛在裡面加了一些什麼東西 我加點太白粉 然後不要重成形 然後加點胡椒粉 好的 這樣就差不多了 現在目前為止 看起來好像你是要包餃子 對 其實很像餃子 這個芹菜水餃之類的 小朋友做到這個步驟就可以了 謝謝你們 RIDER還有JASMINE 做得好棒喔 鼓掌 謝謝 好 來 這個塊錢給我 接下來小朋友剛剛那個 攪拌攪拌的這個動作 其實跟我們做肉丸子 完全於事無補 對 基本上是要用手 要用手來做 對 但是可以讓小朋友一起玩 對 就讓小朋友參與感 對 因為你要讓這個絞肉成形 你必須要這樣快速這樣打它 打的方法你可以把它放到這邊 然後稍微壓住像這樣打它 這樣它才會有那個筋性會跑出來 那肉從絞肉 然後再恢復到原來那塊肉去這樣 對 慢慢這樣做 所以有看有人在弄肉的時候 要有筋性要用摔的 對 你摔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做這種 煎的小肉丸 其實你不需要摔 摔它是要把它裡面空氣 把它摔出來 我們其實也不用 我們就是把它捏一捏 像這樣就可以了 了解 接下來它已經變成一個 大肉丸了對不對 你看 是不是很大一個肉丸 好大一顆 是不是像漢堡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它 做成小肉球了 我們只要像這樣子 把它捏成一個小肉球 隨便一個形狀 捏捏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是一個球對不對 用手去捏成這樣肉丸的形狀 像我這樣成形以後 你就先熱個鍋子 然後放一點點油 然後把這個做好的肉丸 一個一個放在你鍋子裡面去 你放的方法不要亂放 你要沿著鍋邊 像那個時鐘一樣 擺一圈 沿鍋邊 因為鍋子最熱的地方 是在鍋邊 鍋已沿的地方 沿著鍋邊這樣煎它 然後煎 繞著一圈 對 繞一圈 而且你也會知道 哪一個先放的 所以大家這個丸子都用炸的 可是我是用煎的 對啊 因為 非常非常少油 通常炸的跟煎的 那個熱量就差很多 對 稀有量差很多 然後最後我們煎了 差不多成形以後 它也快熟了 八九分熟了 對 我們就把裡面多餘的油脂 用指尖先把它吸一下以後 我們就可以放醬油 水 然後砂糖 然後再放一些米酒 你怎麼知道我要放酒的 你好聰明喔你 大概投我一票 然後就一直煮它 不要惹弱小孩 然後我就煮它 這樣去煮它 煮到它變稠了以後 變成有點勾勾的感覺 對 然後再把這些煎過熱完 一起把它裹附上去 然後最後撒上白芝麻 然後再撒上我們的 西洋芹的葉子 我們的照燒好心情小丸就完成了 是的 很香 所以你的芹菜是不是上面 因為剛剛我們有說 你那個芹菜的葉子不要浪費對不對 對 我已經撒上去了 就在這邊 錯版式 因為紅色的醬燒芝麻 配上綠色的這樣就很顯眼 等一下我們要試吃就這個 來 小朋友我們聞聞看味道 香不香 是啦 這邊 好香對不對 好 現在Jacko哥的照燒肉丸 已經完成囉 好心情小丸 好啦 就照燒肉丸 好心情小丸子 照燒肉丸已經完成 接下來就看 亞蘭姐的白白的魚丸 要怎麼做呢 好的 剛剛看完了 Jacko哥的肉丸之後 現在換成是 好心情小丸子 美人魚的珍珠 好啦… 美人魚的珍珠 今天用的是什麼食材呢 我們交給Jasmine這邊 可以看到我們魚漿的食材 有包括了豬油100克 其餘400克 蛋白一顆 鹽畜量 番薯粉三匙 細白砂糖一匙 白胡椒粉適量 香油適量 西洋芹樹枝跟蔥花 還用樹枝喔 真可怕 是幾根的意思 幾根 這麼文言 對 不能吃素枝 素枝不能吃 對… 好 所以我今天派兩個小幫手 要來幫亞蘭姐 是Rachel跟Gavin 你們好棒喔 你們可以幫我拿東西嗎 可以 你們幫我買新郎芹 一把好不好 好 然後蛋蛋 不要打破 要注意不要打破 蛋蛋 一碗 然後還有砂糖 不是碧芹喔 是砂糖 好不好 可以嗎 好 出動 GO 加油 加油… GO… 要放到推車裡面喔 哇 藝人一個好棒喔 哇… 我剛剛說什麼 還有咧 我剛剛說什麼 砂糖 砂糖 砂糖在哪裡咧 我剛剛這個… 還有一個蛋 蛋 好囉 趕快拿回來 小心喔 趕快拿來 小心喔 小心 謝謝 好 從那邊過來… 小心… 你們超級棒的 一次就成功 而且都答對 對 有沒有拿對 超強 蛋 蛋 Bingo… 西洋情 還有砂糖 好棒喔 萬歲 一次就成功 超級厲害的 好 然後呢 今天我們用的是鰻魚 鰻魚其實在台灣啊 做鰻魚丸的 鰻魚丸非常的好吃 對 鰻魚丸很好吃 因為它有一種特殊的香味 對 而且鰻魚丸跟芹菜 非常的搭 真的嗎 對 但是一般我們鰻魚丸 用的都是台灣芹 對 因為台灣芹的味道比較重 所以我今天換成西洋芹 它完全沒有味道 小朋友一定愛的呀 不是… 但重點是 我們知道說那個鰻魚丸 譬如說鰻魚跟台灣芹很搭 因為都是本土的嘛 對 那你今天要把本土的 國外的做結合 搭不搭 也是超搭 超搭 而且我們今天的珍珠 有好多漂亮的顏色 什麼… 不是只有白白的唷 好不好 媽媽講話好奇怪喔 不一樣…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把鰻魚丸放進去 那因為我們今天要給小朋友玩 所以分量稍微少一點點 是 而且今天雅安姐帶來了一個 很有趣的 很可愛 我們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同了 對 先給妹妹一下好不好 好 我是姐姐還是妹妹 妹妹 你看 姐姐還是妹妹 好棒喔 怎麼有這麼乖的小孩 那是講錯了吧 那你呢 那個Rachel 我是姐姐還是妹妹 你看看 好會教喔 這兩台 我們不鼓勵爸媽教小孩說謊 不是 他們沒有說謊 那Gaben… 我是姐姐還是妹妹 我是姐姐還是妹妹 姐姐 是不是 我要揍你 我… 好… 她可以揍小孩喔 開玩笑… 好 然後我們今天又一點點的 豬油 好 對 因為可以讓它比較潤口 比較彈牙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剛剛說了 因為顏色要比較漂亮 所以我們會加少許的紅蘿蔔 其實紅蘿蔔小孩子也不喜歡 對 可是這個放在裡面 小孩子非常的喜歡 妳就切細細小小的 對 我切細細小小 它只有顏色 沒有紅蘿蔔的味道 是 好 所以我們就放一點點 然後呢 我們先做一點點的調味 一點點的鹽巴 下雪了 然後一點點的糖 下雪了 好 然後呢 我們加一顆蛋白 半顆就好 因為我們今天的量比較少 是 半顆蛋白 對 然後一點點的胡椒粉 下雪了 下雪了 然後一點點的香油 對 好 然後還有我們的樹薯粉 那因為樹薯粉 就是地瓜粉的意思 因為我不要用太白粉 太白粉比較不健康 對 我們用地瓜粉 剛剛Jack有放太白粉 是嗎 女生公主 哪有 所以我沒有地瓜粉 你就是有放太白粉 是地瓜粉 是地瓜粉 好 好 然後我們就放一點點 是地瓜粉一種 沒有 但是我們是地瓜粉比較健康 好 接下來我要請 兩位可愛的小朋友幫忙我 用力的拉一拉 好 阿姨先幫你拉 阿姨先幫你拉 好 拉 有沒有 其實對小朋友的營養應該是 有一點重 2 more 1 more 2 more 好 換你玩 等一下 那個 我們的營養師看不過去 婉萍你在笑什麼 1 more 2 more 1 more 2 more 好棒 好厲害喔 媽媽以為這樣做菜好威 對啊 快發瘋了 你的血好大 你的血好大 好啦 我們再叫他 停 小心 真的要小心 我怕會弄得很美 可以 不會 好 瑞晨妳要回玩看嗎 1 2 3 1 more 2 more 好啦 好棒喔 你們兩個真的很厲害 好 OK喔 那這樣子大致上 我們魚漿就會完成了 我們就是把它打成漿 那因為如果妳有 妳在家裡有調理機的話 可以把它打到很細很細 對 好 好 來 Gamen 幫你一片姐姐 好 OK 我們先放著 等一下我們玩一個更好玩的 超厲害的 我表演給妳看 接下來我們剛剛把打好魚漿 就是這樣拉一拉 或者是說你家有食物調理機的話 就可以把它處理成魚漿 對 就把它打成魚漿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 因為剛剛我已經放紅蘿蔔 我這個還沒放紅蘿蔔 我把紅蘿蔔放進去 好的 好 然後呢 還有我們剛剛的西洋芹 也是剁碎 對 然後把它放進去 妳這個部分是用西洋芹的梗 還是說有葉子一起 我是用梗 我是用梗的部分 對 好 那就太可惜了 葉子的營養素非常之多 葉子我們把它加在湯上面 傻傻的 沒有浪費這樣子 好的 然後接下來 我跟妳講這句話 好 接下來為了 因為我現在只有 因為西洋芹的顏色看不清楚 所以我會加一些蔥花 OK 然後我用綠色的部分 讓它變得比較漂亮 是 對 好 這一道就是 還是叫做聰明魚 對 其實這個鰭魚 它也是一個DHA很高的一種魚 但是它其實也是跟鱈魚 它們都是比較屬於 重金屬稍微會比較要小心一點 真的嗎 對 因為它們其實都是 不到深海魚 但是它們都在食物鏈裡頭 比較上方的 對 所以我們會一般建議 像這種魚 可能一個禮拜最多 就是一次到兩次這樣子 對 那像其實台灣 像是虱目魚也是非常好的魚 沒錯 所以魚種你都可以交換的 對 可以替換的 所以雅蘭今天只是 教大家一個方法 但是可以用不同的魚種 沒錯 那這個丸子除了煮湯以外呢 吃火鍋也是非常棒的 對 還有煮麵呢 加個兩克 Oh my God 好吃不可以 這個姐姐真的很奇怪 對 妹妹啦 好…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阿姨要教你們玩一個遊戲 妹妹要教你們玩一個遊戲 很棒的喔 媽媽對你們好不好 妳到底是妹妹姐姐還是阿姨啦 沒關係 媽媽 都可以都可以 好喔 糟糕 那有誰對妳不好 老師對妳不好對不對 妳要不要亂教小孩 妳要亂教小孩 然後接下來這個很重要 丸子一定要摔 因為剛剛Jacko是沒有摔的 但丸子一定要摔 摔才會把筋性給跑出來 所以他才會彈 對 就是用力的對他 沒有任何的Pepper 甩越久他越Q 甩越久他越Q 因為魚肉跟雞肉 其實都是屬於白肉 有小朋友要多補充魚肉嗎 沒錯 好啊 因為其實魚肉 對於我們孩子來講 就是DHR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其實魚肉也是補得到鐵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臨床上 如果看到孩子 他真的對於蛋白質的食物 很挑食的孩子 他其實真的會有缺點性的比例 沒錯 他肉也不吃 魚也不吃 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一件事 沒錯 而且今天我們的魚丸 它吃不出魚的味道 真的嗎 非常好吃的 對 因為其實虱目魚的味道很重 所以有些人不愛 可是其餘的味道就是 大部分的人都能解釋 你看阿姨變魔術 阿姨超強的 好 把它握在手上有沒有 然後 咕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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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握成一個小丸子了 它就變成一個小丸子了 有沒有好棒棒 那沒有鼓掌 咕咕啡手 我要退票 好爛的魔術 沒有 我覺得 退票 因為我覺得你智商感覺好像沒有很高 對 這是小朋友 沒有 是 沒錯 可是你跟小孩講完之後 小孩就這樣 可以快點嗎 是現在小孩太空了 對 這樣子我們就直接把它放到水裡面去滾 是 你今天是用什麼高湯 我今天就是用大骨的高湯去熬 對 對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就是要喝大骨湯 對 然後去熬出來的 是 這樣子他們就會很愛喝 對 我看到這個丸子就好想吃喔 小朋友如果嘴巴比較小 我們就可以擠小顆一點點的 好的 其實亞蘭今天教的這個料理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其實丸子在外面是很 一個非常加工品的一個東西 對 沒錯 因為它會加了很多的磷酸鹽 那磷酸鹽最主要的目的是 為了要讓這個丸子吃起來的保水性 就是那個水潤的感覺要比較強 但是因為磷酸鹽它如果加太多的時候 其實對於我們骨頭的生長是有害的 對 那今天亞蘭的東西大家也都看到 就是真材實料就是這樣子 他們根本沒有加到太多的東西 對 那有些人會想說 我剛有看到豬油欸對不對 感覺豬油很不健康 問題是因為這個豬油它就代替了 我們剛才說的食品加工的磷酸鹽 就是讓這個食物本身就有保水性 那我們就想嘛 如果你今天這個東西相對它比較油 那你的其他的菜的搭配 你就不需要就是那麼油 對 我們在一個一餐的烹調裡頭是 有些可以油一點 有些是瘦一點 但是都是天然的食物 對 沒錯 因為它是天然的油脂 對 只要不要說你每一餐都吃很多 因為這個丸子你不可能吃一大堆 對 對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是 看我們用的小小顆的 所以你趕快就熟了 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我想吃 對 然後我再教大家一個PETBALL 就是當你做好的丸子 把它立刻放到冰水裡面去冰鎮它 它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Q 非常非常的彈壓 可以丟到地上它就會彈到天空花板 你等一下多丟看 太誇張了 這好像有點太誇張了 這個不實廣告 誇大不實 可是真的非常彈壓 非常好吃 對 OK 所以今天雅蘭姐的魚肉小丸子也完成了 接下來就輪到我們小小美食家 上場評審的時間囉 馬上回來 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 試吃跟投票時間啦 我覺得今天這一道其實滿難評的 因為我剛剛其實稍微吃了一下 我覺得 不想想下 對 有前求 對 評分秋色 但是我不知道小朋友 到底會不會喜歡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看小朋友要試吃 首先先吃一下 Jacko叔叔做的這個 照燒小丸子好不好 開動 好的 小朋友都吃好大一口 是 紅腸 你知道他會 跟口腮合力 沒關係 他小小口 他不是小女生 他吃這裡每次要吃最小口 不過Gaben一口就把它全部都吞掉 Gaben他喜歡大口吃 Red也吃完了 豪邁 有沒有 男人就是男人 你知道嗎 這超小的就是大口吃肉 對不對 Gaben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對不對 好吃 你有吃到什麼東西 甜甜 有肉 有甜甜 芝麻 好厲害 聰明 Rider覺得好吃嗎 好吃喔 好 你如果想要再給你一份 你OK嗎 再給你一個 OK喔 感覺不錯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小女生兩個人 小女生因為她們是細胶慢煙 細胶慢煙就對了 好 而且小女生通常是把好吃的帶回家 給爸爸媽媽吃 真的喔 是這樣嗎 應該沒有牛肉吃 好像沒有喔 好棒喔 Rachel覺得好吃嗎 好吃 Gaben已經迫不及待想要吃了 想要吃魚丸了 好 那現在我們這個 小心燙 小肉丸吃完了之後 我們就來吃魚丸好不好 對…來 吃魚丸這個 好囉 好 不用全部吃完沒有關係 什麼 你看現在是不是眼神 你看這個 你看魚丸 你看魚丸很漂亮對不對 有沒有好漂亮 好 幫我們吃一口 吃一口 對 亮晶晶 大家有沒有發現 湯也喝了 Gaben完完全 Gaben全部耶 完食耶 Gaben好棒喔 好吃嗎 不挑食耶 好吃嗎 好不好吃 好吃 那剛剛現在小朋友都在試吃當中 因為其實我們的營養師也吃了 對 幫我們來預測看看 你剛剛吃了這兩道 覺得如何 你剛剛吃了這兩道 覺得如何 我覺得很難耶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第一兩個形狀都是圓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顏色 其實紅色是孩子比較淘氣的顏色 白色比較沒有那麼淘氣 然後再來 因為它都有加點糖 但是因為它是照燒 所以很明顯吃進來的 第一個口感就是有帶甜 對 然後接下來因為它是有煎過 所以外層的香氣都在 然後因為煎過後 比較硬一點 所以它會比較有點帶點 然後再咬進去又是肉汁 對 所以真的很好吃 好 那個丸子就是 剛才雅蘭不是說什麼 壇地上嗎 我們都會說它假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吃了一口以後 就發現它說的是真的 是超級Q彈的 超級Q彈的 假設沒有加到食品添加物 還可以這麼的Q彈 我真的很佩服 所以我現在 其實我還也真的很掙扎 你一定要幫我們預測看看 到底是誰 因為你畢竟是三個孩子的媽 沒有 我跟你講 有時候我三個孩子 每一個人吃的東西都不同 都不一樣對不對 真的是不同 我跟你講我沒有辦法預測 我現在只能說 我用我自己的口感好了 我覺得我很喜歡的是 珍珠丸子 因為那個丸子是超過就是 假設這是家裡自己就會煮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來試試看 對 它口感稍微比較Q 有些孩子如果它口腔比較敏感 它又不一定真的會願意咬 對 因為它這個比較軟的 是 對 好 其實如果要我個人投票的話 我剛剛吃了雅蘭姐的丸子之後 我就一連吃了三顆丸子 謝謝 但是但是 但是我要說 因為Jacko哥的那個照燒丸子 太討喜了 對 因為它的那個醬汁 醬料 所以在旁邊聞起來 都一直是香的 我只想跟雅蘭講一件事 因為你來過一次嘛 你吃過一次而已嘛對不對 對 來過無數次了 所以我的戰績比較多 我可以跟你講一個經驗談 當營養師她覺得哪個比較好吃的時候 她覺得比較好吃 她自己大人的眼光 對 妳這況輸給我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預測我會同你一票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 甜甜的 對 雅蘭姐的那個魚丸是 我覺得一般我們大人都很喜歡 大人可以接受 但是小朋友 應該會喜歡甜鹹鹹 好 我們就來看小朋友怎麼選擇 首先我們請到的是Rider出場 來 Rider 來一片姐在這邊 好 其他小朋友準備不能游泳 好 來 放在這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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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游泳 好 然後來 那個Rider 右邊這個呢 是剛剛的肉丸子 然後左邊的是魚丸湯 那妳準備好了嗎 好 那就出發投票囉 這都還好 肉丸一票 好的 接下來Gavin 其實我覺得Gavin這票應該滿重要的 原因是因為 它都好 它都好 而且它是兩個都吃很快的 對 感覺都很好吃對不對 妳做好決定了嗎 還是有點難以決定 不會喔 不會喔 已經做好決定了 真的啊 那到底Gavin會把票投給誰呢 出動 好 你好棒喔 謝謝 好 掉了 她說你好吃耶 她說你好吃耶 等一下 怎麼了 怎麼了 我什麼時候就在這邊 好... 妳最好 投票進行到這邊 怎麼了 妳要幹嘛 我自行棄權 我好緊張 通常那兩個女兒都不投給我的 不要這樣嘛 來... Rachel來 Rachel來姨姊這邊 好 好緊張喔 其實滿緊張的 真的很緊張耶 不是 是因為呢 我們的小朋友其實很真誠 對 他們不... 如果說 因為之前幫Jacko 然後全部都跑票 沒有一票都給他的 真的 所以他其實很傷心 很緊張 你今天可以挺得住嗎 OK的 好 不要負責行喔 好 那個Rachel 你想好了嗎 決定了喔 決定了 那就出發囉 你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右邊的是肉碗 左邊的是後來喝的湯 好嗎 OK 投票 好緊張喔 太緊張了 我也好緊張喔 好 最後呢 我們最愛吃的評審長 Jasmine要贈一個很關鍵的一票 因為雅安姐上次來是平手 對 是平手 但是Jacko哥呢 是有勝有贏有平手 對 你決定好了嗎 你會覺得 我會願意向Jasmine 評審長 你覺得這一次的比賽 會不會很難投 不會 不會 不會很難投 真的假的 所以其實有一個是比 另外一個好吃很多嗎 對 很多 所以到底Jasmine 會把票投給誰呢 我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我也好緊張喔 請出發 Jasmine 太棒了 真的 因為真的這一次 真的太難聽了 不相上菜 我真的要宣布 我現在不要加手幫我了 我不要 我不要 不可以這樣 讓她幫我好了 不是因為Jasmine 兩次都是 Jacko的小幫手 然後她都沒有投他 卻我的感情 你讓我投資那麼多進去 沒有 她就玩完就好了 玩完我的感情 沒有 她玩完了之後 她是吃 她是評審長 她是真心的 但是我必須說 評審長也只有一票而已 真的... 好 但是我真的要說啦 因為今天兩道料理 真的評分秋色 因為我覺得都很好吃 不如我們就肉丸吃完之後 我們再來一碗魚丸湯囉 恭喜兩位評審囉 好 謝謝 好 怎麼了 你還要再一個魚丸 沒問題 老闆 老闆這一碗 我們就是娛樂 下次見囉 換評審長